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他倾家兴学 创办了极美学村和向南大学 他组织三千南洋华侨旗工回国支援抗战 他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敬请收看华侨旗帜 陈家庚 2019年是新加坡开布200周年 为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行了 20元面额的新钞 在新钞的背面 印着新加坡的八位先驱人物 其中就有著名华文教育先驱 南洋侨旗 陈家庚 1945年 陈家庚曾被毛泽东称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1874年10月 陈家庚出生在福建同安的吉美镇 陈家庚的父亲早年赴南洋经商 也就是夏南洋 夏南洋在福建 广东也称过藩 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 1890年 16岁的陈家庚离别了经济凋敝 饱受屈辱的故乡 乘船驶向充满凶险与未知的大海 去投奔南洋的父亲 经过十多天的海上漂泊 陈家庚来到南洋 陈家庚跟随父亲在新加坡学着打理生意 然而后来父亲生意失败 欠下了数十万元的高额债务 为了生存 陈家庚用自己手中仅有的七千元钱 开办了一家凤梨罐头厂 开启了他自己的创业之旅 罐头厂开办后 产品畅销 陈家庚有了一些积蓄 生意上刚刚有了起色 陈家庚做了一件让众人称赞的事情 按照法律他可以不培管 因为那个华人代表是他父亲 但是他后来把他父亲欠的债 一件一件的都赔了 所以这个他起了很多人的一种赞赏 所以觉得这个人不仅会做事 而起奖心 这也就是帮助了陈家庚 逐渐的一种威信 不久陈家庚把握住橡胶行业飞速发展的机遇 投资橡胶产业 在今天的马来西亚购买土地 种植引入东南亚不久的橡胶树 成为南洋最大的橡胶生产和制造商 被誉为橡胶大王 在厦门陈家庚纪念馆里 收藏着那个时期陈家庚行销全球的 中标汽车轮拍 外面有一个类似于勋章一样 就是中国古代敲钟的钟 他希望给我们所有的华人 有一个景中长云的这种道具 九克南洋 心怀祖国 稀图报效 已飞一日 在南洋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陈家庚 目睹近代中国遭受的内忧外患 亲历海内外同胞受人欺凌的屈辱 开始探求民族自强和复兴的道路 他比较了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文盲 文盲的人数 他就发达国家 欧洲的那些国家文盲只有百分之几 日本是个新邦的国家 文盲有百分之二十 而中国的文盲有百分之九十几 他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样的一个国民 怎么不遭受天年的淘汰 陈家庚积极唱办南洋华文教育 他参与创办了道南 爱童等多所小学 让华侨的孩子接受教育 1919年 陈家庚又发起创办了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南洋华侨中学 身处海外 陈家庚心系故土 他认定教育是立国之本 兴学是国民的天职 1894年 陈家庚在家乡开始创办极美 替斋学俗 拉开了他在国内办教育的序幕 这张1913年拍摄的老照片 是陈家庚当年和弟弟陈敬贤 在故乡福建厦门极美 创办的极美小学 从那一年开始 陈家庚在家乡极美 先后创办了师范 中学 幼儿园 水产 航海 商业 女师 农林 幼师 国学等 形成了中国仅见的 由个人独自创办的学村 厦门大学群贤楼的这块电机石 是1921年5月9日安放在这里的 陈家庚创办了中国第一所 华侨独资大学 厦门大学 六年前的5月9日是日本威逼中国 签下了丧权辱国的21条的最后通牒日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国耻日 他的意思也就很清楚 就是我们办这个学校 不要忘记国耻 整个厦门大学的创建 就跟一个民族的复兴 一直是紧密的人系在一起的 厦门大学创立之初 陈家庚就在厦门岛 圈出了两千多亩的校园 陈家庚在1921年建厦门大学的时候 就有四个的五年计划 厦门大学的第一个五年 学生三千人 第二个五年四千五百人 第三个五年八千五百人 到第四个五年 也就1941年厦门大学 要发展成两万人的高校 所以你可以看上它多么的高人 多么的庸大 学校开板之后 海纳百川 广聘名师 鲁迅 丁宇棠 顾杰刚 孙福远等著名学者 纷纷难渡 应聘来厦门大学任教 甚至一度传说 半个北大来了厦门 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起 陈家庚的事业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危机 金融危机从西方发端迅速席卷世界 全球橡胶行业急剧下滑 陈家庚的生意 陈家庚的生意遭受重创 后来陈家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学校不败 我误了青年 而且更重要的是误了我们社会 误了我们国家 年过七旬的陈立仁 是陈家庚的长孙 他现在是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的理事长 在我后面的这一栋别墅 以前就是我爷爷的 那么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栋 以前是有三栋那么多 那整个山头都是我们家属的 这个就是当年经济萧条的时候 我爷爷把它卖掉 来支持厦门大学的 宁可变卖大厦 也要支持夏大 他卖掉了三座别墅 卖掉了自己名下的橡胶园 作为夏大日常运转的经费 运营大学 令陈家庚背负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直至1937年春 为了厦门大学有更好的发展 他把学校无偿捐给国民政府 更名为国立厦门大学 1937年7月7日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抗日风火随即燃变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 1938年10月10日 在南洋华侨中学的大礼堂内 南洋华侨集集一堂 宣告成立南洋华侨仇振祖国难民总会 陈家庚被推选为南侨总会的主席 南侨总会成立后 南洋各地八十多个仇振会 一千多个分会 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 为中国抗战仇振款 派遣侨胞回国参战 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 1938年8月 中国抗战的重要国际补给县 滇缅公路全线竣工通车 这条公路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 从昆明直达缅甸的蜡树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 中国所有的沿海口岸 都被日军封锁 这里是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 最主要通道 是补给中国抗战物资 维系中国生存命运的交通大动脉 当时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 支援中国抗日的军需物资 大都依靠滇缅公路运输 滇缅公路极为险峻 沿途崇山峻岭 深谷极流 一位外国记者采访后感叹 这是比世界任何一条公路 都更具危险的地方 如此险恶的运输线 必须技术熟练的司机才能胜任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会开车会修车的人 寥寥无几 临时培训又来不及 在这个关键时刻 陈家庚先生挺身而出 1939年2月7日 他以南洋华侨仇振祖国难民总会的名义 发布通告 招募华侨机工 巡回集会上 陈家庚上台演说 鼓励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拯救国难 南洋华侨青年积极响应 纷纷离家设业 踊跃报名 十天时间 第一批严格筛选的 八十名优秀机工就集合完毕 临行前 陈家庚把这些年轻的爱国者 安排住在新加坡最好的南天大酒店 亲自送他们登船回国 送他们的时候 就从这个地方 红灯码头上船 然后许多人就在红灯码头 在岸上 船上 挥着手 不单地挥着手 当年二十岁的罗开胡 正是受到陈家庚的号召 毅然报名 为国效力 那个效力 没有希望的 活得回心 三千多南桥机工 抱着父祀的决心 慷慨回国 在七区险阻的天面公路 冒着枪林弹雨 遭受战火和疾病的考验 将国际援华物资 源源不断送入国内 为中国抗日战争 赢得了重要转机 陈家庚时刻关心着祖国抗日战况 和南桥机工的命运 1940年 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卫劳考察团 赴滇缅公路卫劳南桥机工 令亲临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考察华侨捐款捐物的开支情况 蒋介石非常重视 就预算了当时八万块 要好好款待这些财神爷 他马上发表一个启示 我们这次南洋华侨回国卫劳施察团 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准备了 自己的费用 包括帆布床 还有天气冷的时候 一些有关的设备都有了 免招待 然而随后的重庆之行 却让陈家庚对国民党深感失望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陈家庚一行在重庆 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 生活的奢靡 重庆的街头 白天路灯还开着 我们在海外抵制日货 这里还卖日货 怀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 陈家庚去了延安 就在杨家岭的这孔窑洞前 毛泽东在这张方桌上 招待了陈家庚 毛泽东说这个鸡是零鸡送的母鸡还在生蛋的 所以我有远方的贵客来特地送鸡 那这个菜是我毛泽东自己种的菜 就这么简单 这个朱德跟他一起要去视察金正大学 在金正大学的路上 刚好有个篮球场 白禄军在打篮球 他们看到朱总司令来 朱总司令来打篮球 朱德就跟陈家庚说 陈先生我能不能去跟战士们打一尾球 陈家庚说好啊 朱德就脱掉外衣 所以下去打了篮球 打了几分钟以后 然后投下一个篮球回来 毛泽东坐在未经打磨的石桌旁 向陈家庚描绘未来的中国 这让陈家庚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在延安考察了一周之后 他返回南洋 对大家说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不断蔓延 1941年12月8日 日本飞机在新马投下了炸弹 日军入侵南洋群岛 作为著名的华侨抗日领袖 陈家庚成了日军通缉的对象 1942年1月30日 在爱国华侨和其美孝武的掩护下 陈家庚离开新加坡 前往印尼避难 在爪哇岛东南部的这座小城 有一条僻静的街道 巴兰街 在这栋小楼里 陈家庚隐姓埋名 身居简出 写下了著名的南桥回忆录 郭一新老人如今已年过七旬 当年他的父母为了掩护陈家庚 与陈家庚伴作一家人 住在这栋小楼里 陈家庚为防备日军的抓捕 隐姓埋名 随身携带毒药擎化甲 随时准备牺牲 陈家庚为防备日军的抓捕 隐姓埋名 随身携带毒药擎化甲 随时准备牺牲 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 年过七旬的陈家庚 才于当年十月离开印尼 回到新加坡 陈家庚安全回到新加坡 重庆社会各界 为陈家庚举行安全庆祝大会 毛泽东特地向大会发去贺词 贺词中称他是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9年1月 毛泽东正式邀请陈家庚 参加将与北平调开的 政治协商会议 当年5月 陈家庚辞别南洋的亲友 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9月的北京 洋溢着准备开国大典的热烈氛围 陈家庚以华侨首席代表的身份 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并出席开国大典 他欣慰地看到 独立自主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诞生了 这是1954年 陈家庚在第一届全国人大 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影像 陈家庚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家庚 怀着无限热情 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 1961年8月12日 陈家庚在京病逝 享年88岁 巨星陨落 居郭通碑 他的丧仪极为隆重 周恩来总理 朱德委员长 亲自执服 首都各界举行公祭 同年 陈家庚常年于故乡 厦门极美 无论经商还是办学 陈家庚一生诚信待人 处世横溢 他身体力行的成义二字 成为他所创办的 极美学村的校训 陈家庚爱国心学的精神 感染了无数人 感染了无数人 年开始捐资办学 他投资二十万美金 在故乡福建安西 在故乡福建安西 创办了安西培文小学 此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 施金城先后创办了六所学校 被誉为安西陈家庚 因为我做了一点事情 人家都以为这个工作 跟陈家庚一样了 但是差得太远了 那么可能哪里能够跟陈家庚比 比不完全比不上 陈家庚他的财产全部是校船 我1947年来新加坡 这时候去马来家 一路上那个橡胶园 就是局面校船 局面校船 至今海外华侨华人 仍以陈家庚精神为旗帜 卷自兴学之风未然 爱国报国之心不惜 南阳华侨中学历经百年 如今已成为新加坡 最顶尖的中学之一 这所中学前的地铁站 以陈家庚的名字命名 我们认为这很重要 因为政府并不是在习惯 在名字的名字 以后有名人 即使他们死亡或死亡 所以实际上是很荣誉 而且很珍质的荣誉 这名字叫丹卡基 2016年陈家庚单经节律 创办的厦门大学走出国门 在马来西亚建立分校 成为第一所在海外设立分校的 中国知名大学 陈家庚延续了华侨爱国新教的传统 新火传承至今不惜 由他兴办和资助的118所学校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家庚学子 为祖国建设和人类文明 做出杰出贡献 而他的诚意待人 亦以处世的人生信念 更是不断激励后鲲 家庚精神如星辰闪耀 光耀后世 耿耿不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